你现在咱把车挪回别的外交通的信号 好吧 不是你帮我走不行啊 你的车子钱 不跟他帮我们就不行 咱先把车挪回 咱先车挪回不行啊 二伙儿你刚才上四个小时 我就记者全给你们招下了 太大意了 对你们想开就开 你们想拦 来来来 我车吧 住了十几年的社区 原本都好好的 车子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换了新的社区管理公司 管理社区后 竟然莫名其妙开始收停车费 诶我家诶 我在我家停车 你收啥费啊 这个社区 原本是国家企业 A公司的员工家属区 住户几乎都是A公司成员 两个月前管理公司贴出公告 对外来车压开始收费 这还合理 两个月后就开始对住户收费 让住户们七六块中风 我们站在自个儿的家的地上 出门要钱 这讲什么事啊 这么多年呢 也从来没有过收费的事 一个小时六块 十个小时就是六十 要待我住上一宿 就得出门 就得交他一百多块钱 这比一外边收费还多 你说这是不是钱钱啊 咱们也要车位吗 这也收钱 现在你看这个车 车乱了 你画几个线就要管理吗 谁家管理是画的线 那我也画的线 我收管理费行吗 就是这一条小马路的地儿 我们车往哪停 根本就没法停车 停了车以后 香港车就进了 你没有停车场 你这收费钱不是有违法吗 你没有停车位 你收我们这停车管理费 合理吗 合理吗 住户们认为不合法 不合理 拒绝缴纳停车费 每天都跟停车管理人员发生争执 现在的收费 应该立刻叫 肯定不会再交了 是不是你打赌都不会再交你费了 不会再交你费了 住户的要求非常简单 以前没有收费啊 现在就不该收费 要停止收费这烂行 而且他们这是旧社区 本来就没有规划停车位 为啥管理公司来画几条线后 就开始收费 谁给他们权利的 管理公司经理大伟说 权利全是从A公司手中转移过来的 他们是有资格收费的 住户们就不爽了啊 这种权利应该在住户手里吧 建筑区内共有道路使用权 除了市政道路外 都是住户的吧 民法就是这么写的 当初社区建设之初就没有停车位 现有的停车位 全是管理公司在社区道路 以及楼前空地上画出来的 依法来看 这些车位都是住户所有 你收费管理费 大伟拿出政府公文强调 一切依法有据 A公司是依照罚规 把社区所有相关权利移交给他们 其中有条图第所有权 就包括停车位 但住户们哪有办法轻易接受 大伟又拿出各种政府公文 跟A公司线的移交协议说明 以前的国有企业要负担社会职能 就是企业除了生产 还要负担生活区内的水电 医疗 社区管理等责任 使企业负担加重 2014年时 政府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社会职能负担 实施政策改革 企业不再需要负担这些事情 由管理公司接手进行社区管理 就路说法律规定道路是公有的 就是为了避免矛盾 要不然连出行权都没有 这房子不就跟大便一样了 而且他们购买这些房子的时候 网络产权证明上 都写有这些权利 专家说 他们拿到的产权证明写的 其实只有使用面积 跟整个大楼的公共面积 没有绿地面积 跟社区道路的面积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的确是A公司完全依照法律 依照给管理公司了 住户可以使用公共区域 但公共区域的管理 维护 都有产权单位 也就是管理公司要负责 那住户就有疑问了 产权证明上 明明有写共有中地面积 是否意味着社区道路共有 专家说这是指社区的占地面积 住户的产权是建筑面积 所以社区道路你可以用 但你没有道路的产权 现在依照所有法规来看 管理公司是完全合法合理 取得这些权利的 大伟说政府是要改革 让老旧社区发展出 可以永续经营的有效机制 以前是企业报一切 啥都不收费 现在市场话要大家报一切 你要付点费 而且有了管理公司后 其实社区环境有了大幅改变 你看还没收停车管理费时 环境乱七八糟的 大家都随便停 外来车辆随意进出 住户还自私安装地所想车位 就跟你家附近邻居 放花盆放交通锥站地一样 要是你一家东西还会被泼水 台湾顶车九四站 让有限的车位无法实现共享 所以管理公司接手后 就花了很多心力改善这一块 收费就是其中一个措施 那住户们也还算理性啦 知道自己没有产权 也不能再要求啥 所以改要求如果要收费的话 应该要提前通知 或是在收费前 要跟住户协商一下吧 大伟说他们都有调查过 全都是有评有据 绝对能负责任 在收费之前已经开了说明会 还做了问卷调查 有过半数同意收费 但住户们不满意 因为调查问卷的内容根本不是 我收到 你收到了 我收到 收到的是两个选项 是你同意共享车位 还是独享车位 它所谓的双共犯是这个 但是我们 我们做了调查 底下的业主们 没有把他理解为你收费不收费 他们两码事 我当时填表的时候 我问了 我说是不是有修钱的事 你问了 我说是不是有修钱的事 他说没有任何修钱的事 因为调查的时候 是好多别的项目 就是共享不共享 对没错 要交钱的话谁会同意啊 希望政府出来三番会谈 重新进行投票来决定收不收费 大伟说调查绝对真实有效 不需要再重新调查 专家强调 这个问卷没有问题 收费也是依法有据 管理公司整体来说 做得还不错 重点应该是问卷的调查方式 让住户产生不信任感 才能衍生出后面这些状况 大伟解释 社区要收停车费 是因为大部分居民 希望改善社区环境 共享社区车位 有效控制外来车阳进入 那好啦 管理公司讲的都有道理 反对收费的住户们 也能看住社区有所改变 但收费这一块 反对派始终认为不该收费 想嗷嗷看 哦不是 是争取看住户能不能免费停 因为A公司 每年都有给管理公司几亿的费用 有了这些钱 为啥还要跟住户收费啊 不能免费一下吗 大伟说这些钱 全是用来修缮 维护社区的 是公共管理费用 我们从2018年 8月1号 进入到摩尔口以来 克服了很大困难 我们光维修单 三万三千多单 然后我们把坡面的屋面瓦 也给换了 投入了两千多万 再一个我们 在这个小区里边 很多防水我们也在修 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 下一次大雪 我得三吨盐 三吨到五吨的盐 最大的坡度60度 我开着车到处撒盐 管理公司刚刚进入社区时 社区脏乱不堪 光是清垃圾 就叫了两千七百辆车次 但住户还是有问题 你要收费可以 可是我晚上回到家 没地方停啊 那我缴费不就跟白痴一样吗 专家提供意见 这件事情是需要调查计算 需要时间双方配合处理 精细的深入探讨 目前整体还在规划中 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相似整个社区 大概要抓多少个车位才够用 停车的是住户还是谁 住户一定就收费要便宜 外来商业之类的车辆 收费就要提高 住户认为目前这样 还讨论不出结果 住户的车辆 是否能先免费放心 等都讨论完再说嘛 况且现在车位不够啊 搅了可能没地方停 谁会想搅 我亏了你们负责吗 谁想吃亏对吧 待会回应不可能 其他专家和政府人员也说 如果今天不收费 社区只有600个车位 绝对一下爆满 你连进都进不来 合理不合理 是要大家一起商讨的 如果认为收费不合理 先停掉再来谈 就永远都谈不合理 因为你不想搅钱的目的达到了 干嘛还要谈对吧 总之经过一系列沟通 住户任何管理公司 可以收停车费 愿意坐下来后 多方会谈 一起讨论各种方案 解决各种问题 社区住户常停车辆 约800辆 停车车费之前 管理公司通过拆除地锁 清除路障 清理外来车辆等方式 增加了一部分停车资源 管理公司的新设例 停车管理巡逻员 加强停车管理群势 对长期占用停车位的行为 进行处置 确保现有的645个化线车位 全部都能给住户共享使用 剩下不够的数量 就是把一些兵便叫叫 距离社区稍远位置 弄成停车位 有效地改善了停车状况 晚上回到家 绝对找得到车位停 那你家隔壁邻居 放置一堆杂物 占用公共空间来停自家车辆 你会有人轻微地允许对方停 结果自己回家找不到车位 摸摸鼻子觉得算了 说不定自己也可以找个位置 占用一下免费停 还是觉得要规划好 然后依法收费呢 欢迎留下你的看法